各部门注意了 马上就要开拍了 预备 正式预备 开始 退 由于偶然的机会 促成我拍摄了这个极普通的故事 至于我在影片中的出现 全然是为了保持故事的真实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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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аг抓紧觪�换 9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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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姑娘 我是个姑娘 哥哥 我们一直在等你 你找谁啊 我找电影场的钟导演 你就是吧 对 你是 我 上来吧 好 好 1号 请进屋吧 好 坐吧 好 谢谢 你这样忙 打扰了 办喜事吗 总要忙一阵子 办喜事 当然是喜事 请随便坐吧 好 我 来的不是时候啊 没关系 我到电影场宿舍去找你 你的同事说你在这儿还给我写了地址 所以 我是想跟你当面谈谈 说实话 你的信很难懂 写得像天书 每封信都要让人猜半天 你 大概是想写电影剧本吧 可字 写得像年糕团 拆都拆不开 我想写得清楚些 不过 等我将来写好了剧本 会请别人抄一遍的 写剧本和写信可不一样 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我想 好 每天都有人写信给我 说是要写电影剧本 你怎么不做 写剧本 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需要 打扰你了 再见 啊 再见 这 这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的眼睛 请坐吧 谢谢 我 我考虑再三才来找你的 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子弟 你不是本地人 我从小有姑妈 带到子弟读书 明天 我就回到自己母亲身边 恐怕也待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想 哈哈 你就忙着 是 以后再来请教你 对付这些东西我也无能为力 这是你同志的事 他不知道几点才来 你不妨先谈一下 我已写好了初稿 请人再抄 过几天我寄给你 我一定好好拜读你的剧本 不过现在还是请你先谈一下 这也许 这也许我能帮你出出点子 这太好了 快请坐吧 谢谢 没关系 我想了很多 讲起来很啰嗦 没关系 不清楚的地方我会问你的 好 好的 好 从哪说起呢 好像 也是这样一条小街 我写的是 一个刚满市的汽车修理工 十年前 修理工是很吃香的工种 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求他帮忙 他虽然参加了工作 但还是怀着一个童心 新奇的 看着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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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认真 那样悲壮 他们都坚诚地相信着 只要这样 就能吹出一个新的世界 不久 双方都禁闭了一劫 这些各归校舍 就在此时 他认识了一个人 一个他终身难忘的人 你 哎呦 鸡蛋 我想点咽 所以对不起 我陪你 我一定陪 对不起 你怎么不说话 你 多少斤呢 不 多少个鸡蛋 嗯 嗯 五 五 十五 十八 十九 十五 哎 说不清了 大概二十个吧 嗯 明天我就陪你 好吗 你 你快走吧 我妈妈有病 她怕健身人 我求求你快走吧 我妈妈 嗯 嗯 为什么这样害怕 他又不是强盗 那双漂亮而可怜巴巴的眼睛 时时在他脑海中浮动 像两个起伏波动的大问号 刚回厂里 领导就派他去试车 全程有一千公里 来回一个星期 在返回途中 他给那位俊秀的小伙子 发了一封信 说明不能如期偿还鸡蛋的原因 信封上还写着 漂亮的小伙子亲戚 想溜走 我得把你隔离一起来 啊 啊 小伙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找谁 是你 我来配鸡蛋的 你看呢 你真认真 小伙伴, 我的信 看了 不讲清楚 你要当我车牛大王了 你看, 我的车停这儿了 这一路上, 我把帽子 不, 满脑子鸡蛋 就把它挣碎咯 你知道我采取什么防震措施 你看 你看 就这样 滴滴 有一次, 急刹车 绳子断了一股 要不是我手脚灵活 就彻底完 完蛋了 怎么样 你看 20个鸡蛋 完好无损 来 我给你数一下 看好 5 10 15 19 这怎么少了一个 这 你别笑 让我想想 我这 我这 啊 哼哼 想起来了 有一只鸡放在口袋里呢 它 它拉屎了 我这 拉得肚子都扁了 冲不了 明天补还给你 这真是 嗯 给 这 谢谢 哎 就算上浇水 以后啊 当雨衣出来 哎 你在里头干嘛呢 哎 哦 在买菜 里头的菜啊 一定很有音乐性 对吧 它不但好吃啊 而且啊 还好听 嗯 你 你 你 对 我 我 我求你别笑 我有一个毛病啊 我 我 我一听他笑声啊 就会 跟他一起笑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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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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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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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久没这么笑了 哎呦 我也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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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怎么了 哎呦 你别跳 踩我肩膀下来 这 怎么了 谁啊 谁啊 你别跑啊 我一会 我慢点 怎么回事啊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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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在里头采草药 啊 干嘛不到院里配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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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是音乐学院的教师 现在成了黑帮分子 每次上医院都得写申请 还得有人押送着 他受不了 每天晚上都咳出血 这儿的草药 又越来越少了 我该回家了 嗯 哎 你踩的草药拐用吗 嗯 过几天我还要去试车 我可以帮你去踩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们一起去 干嘛要像做贼一样的 这样跳进跳出呢 那里这种草药很多啊 我们可以踩一车子回来 真的 你不愿意 你真好 你真好 你怎么走 你意思是 你不愿意 你要去撕手 你怎么看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好 小心点 小心把眼睛给眨瞎了 进来吧 小心点 像是第一次出门 我还坐过火车 这户车上怎么没有零 他们要把它改装成宣传车 那必然靠什么急救呢 先解决修正主义 再解决人道主义 你年龄太小了 不懂这个就别问了 你还去给我好好注意一下 路上有没有卖鸡蛋 有的话 请打个招呼 还对你这鸡蛋呢 当然了 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 不是怎么的 我真想每天撞碎你一篮鸡蛋 跟你在一起啊 说心里话 我心情很舒畅 我感到自己在生活 在尽做人的责任 你别忘了啊 我还欠你一只鸡蛋 忘不了 你看 卖蛋的来了 哪儿呢 那边 在这儿呢 快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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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这样 他们来到了湖畔 半天时间 他们就采集了一大堆草药 我来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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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MA 啊 FEMA 对不起 答答你一下 你说的这个小伙子 怎么有点像个姑娘 当时她也有这种感觉 后来 我这样讲你能听懂吗 可以 你还是按照刚才的思路讲下去吧 好的 后来 后来下雨了 快跑快跑 你往哪儿跑你 怎么走啊 在那儿 快点 那底下底下 别听我呀 那你跑快点啊 雨赶来了你看 哎 你当心点 小伙子 哎 又摔了一跤 快上去快上去 雨来了 上 哎 我们跑得真快 雨都可以 你看 是 太好了 哎 快把门拉上吧 哎 雨都飘进来了 你看 我让它开着 这样可以闻到野外的香味 呦 你的鼻子可真灵啊 哎 我的鼻子整天都是汽油味 我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这样新鲜的空气了 这里真美啊 是啊 是美啊 要是能在湖里游泳啊 那就更没话可说了 啊 哎 你会游泳吗 会的 好奇了 等雨停了 我们就去游 哇 嗯 草药 担架放不下了吧 嗯 啊 这块医院的床单呢 还能放不少 哎 你妈妈什么病 肺癌 你别难过 这个草药还挺管用的 我认识个老中医 他对治肺癌很有一手的 我请他来帮你妈妈治病 嗯 不 你千万别这样做 这 为什么 这样会累累你的 也会给妈妈带来更多的麻烦 妈妈是个耿直的人 她绝不会同意的 啊 天已经晴了 我们回家吧 妈妈妈在家等我呢 好吧 以后再来 走吧 哎 肚子饿的话啊 你身上有什么可吃的吗 你身上有什么可吃的吗 给 嗯 啊 期待 嗯 这是你的顶力啊 嗯 我有办法了 还请不停 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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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哈哈哈 而且,是妈妈留给我买茶水用的。 妈妈说过,无论干什么,都不要做损害别人的事情。 你看,这里都好看! 多美,你看!咱们到里头叫吧! 这就从上来了! 你快进来! 你把红色拿来! 你看,这水多凉了! 真像个姑娘! 你说谁? 说你呀! 不是怎么大! 我就是喜欢你! 我?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弟弟,该多好啊! 我妈妈每天和我说,我要去了! 我要去了! 我要去了! 她这一去,就剩下我一个人在这世界上! 不少人又恨我! 不少人又恨我! 你就做我的哥哥吧! 太阳哥! 你现在想得了吗! 你现在想想什么? 想为争论变成仇人的同事 想昨天还在一个食堂里吃饭 今天不知道在哪里的朋友 我所想的好像都没有这里美 有时我还想人和生物 为什么能生存下来 还想自己会翻车 说不定我会 哥哥快别说了 怪不好受的 说着玩的 我不会死 也不会翻车 我要在这个世界上 看很多很多东西 你看那 那是什么 是天鹅 白天鹅 没有吗 你的鼻子灵能闻脑花的香味 我的眼睛你可比不上了 你看 白天鹅它飞到湖里有水 哥哥是汽车司机 当然不能和你比眼力了 不过 有的你也变不了 都能看清楚 我们司机不但有眼睛去看 而且啊 还要用心去辨别将要发生的一切 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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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的 真的 假的 大的 小的 圆的 方的 哈哈哈 正的 反的 明的 暗的 你的 我的 我的 你的 老的 小的 男的 女的 怎么了 怎么又不高兴了 妈妈也许在叫我 我想回家 好吧 那就快吃吧 把红薯给我 不能这样吃 嗯 那怎么吃啊 嗯 嗯 你上哪啊 嗯 转个身去 不许偷看 这位乡是不久的弟弟 那喜怒无常的情绪 使人纳闷 但他顺存着 就是对自己母亲的话 他也没有这样的顺存过 他胡乱的吹着口哨 猜想着背后 在搞什么名堂 哥哥 哥哥 你可真有一手啊 谁教你呢 我妈妈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叫我的 那时候我刚进幼儿园大班 想起童年是那样美好 我要是不长大 我要是不长大该多好呢 哥哥 人 为什么要长大呢 嗯 吃饭吧 总要长大的了 长大了才能工作 你看我 当了司机 过几年你啊也要工作的 不过啊 我总感到 长大了才能真正懂得人的感情 懂得如何尊重别人的感情 爱护别人的感情 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凶 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凶 对我妈妈 对我 嗯 他们是长不大的 嗯 那 嗯 好了 你别问我了 我说读的很少 问多了心里就发慌了 等过了十年 我真长大了 那个时候你问我 我一定能很清楚的回答你 到时候 你会认不出我的 这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呢 我 嗯 我会变的 你别担心 我不会认不出像你这样的弟弟的 你说话就害羞 嗯 就脸红 像个小姑娘 我妈妈也说我是个小姑娘 嗯 没出息 恐怕 恐怕改不了 嗯 这也不是什么错误 改的干嘛 来 我们吃完了回家 干杯 嗯 保佑妈妈健康 祝你妈妈健康 谢谢 保佑天下人都欢乐 祝天下人都健康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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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flower 太好了 全部消灭空了 咧怎么回事 我是不是醉了 好 want to entertain 我脸红了吗 有点红了 红了 跳跳跳跳 吃的太多了 把空气吃进去了 来来来 我不行把它倒出来 倒出来倒出来 看好了 怎么样 哎 好多了 怎么样 再来一个 再来 不行 再来 怎么样 你也翻 抄左还是抄右 我们班男同学交给我可我忘了 这是什么 男同学交给你 别这样盯着我看 我们班都是男同学 可是 抄左还是抄右 都可以 怎么样 咱们比赛一下 看谁先翻叨叨小书标 怎么样 啊 我比不过哥哥 我先让你翻四个吧 不 先翻五个 嗯 六个 七个 八个 八个就八个 来 怎么样 不要你让了 咱都吃饭 啊 那那你准数 不一定 你把 试试看 你不相信 来啊 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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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哎 你 哎 你 哎 你 快快快快 下来吧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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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啊 快快快快把食衣换下来 哦 哦 哦 真冷啊 啊 这么冷快脱啊 哎呀 快换了 小心着凉啊 啊 哎 哎 哎 你干嘛 这是干嘛 哎 哎 快开门啊你 你 你这样开玩笑 看我不揍你 你开门呢 快开啊 你 你快点开 你这是干嘛呢 你这是 快开 就这样 他们满载而归 那双眼睛 就像第一次见到一样 叫人害怕 他真怀疑 相识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 他不刚才还成兄道弟呢 哥哥哥哥哥 嗯 我们都回家吗 回不了了 你可以一辈子躲在车厢里了 哎 生我的气了 好好好 刚才都是我不好啊 嗯 你怎么了 病了 让我回家吧 你应该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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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姑娘啊 啊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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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也说我是个小姑娘 没出息 恐怕 恐怕改不了了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有一次 就是那一天 我去音乐学院后院采草药 刚爬进山墙 就被那些人发现了 他们批斗我 是我和妈妈划不清界限 啊 就把我的头发 哎 给 剪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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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 这就是我的命 可是 妈妈的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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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到我出门 就有人围着我 那些不懂事的小朋友 也曾经绝对的追逐我 打我 骂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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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懂事的人也不把我当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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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停发了妈妈的工资 喂 喂 戴草帽的 过来 过来 听见没有 过来 在屋里戴什么草帽 准是偷了东西藏在里面了 把草帽给我 剃这种头的 准不是好东西 把草帽给我 给你 自己去捡 你们为什么要无人 为什么要无人 你们为什么要 要无人 我妈妈病中 我不能不出门 不能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妈妈说过 已经发生的事 就让它过去算了 妈妈还说 我会重新长出 很长很长的头发 到那时候 我可以和同学们一样 自由的唱歌 跳舞 你说会吗 我会一点 我会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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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每当我在镜子里 看到自己不男不女的样子时 我就感到害怕 每当我出门时 就看到自己缺少了什么 缺少了我应该有的 本来属于我的东西 我想想想想想想 Pour 对 我 好 好 我 啊 你你别难过不要难过别难过了我我会使你事先自己的愿望的你应该得到本来就属于你的一切我我要陪你去逛公园去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啊你 你你别哭你听我跟你说不要哭了啊就跟你说我我要送你一件礼物有了他你你就能重新梳起新的辫子我我一定要这么做我一定要这么做 做不到我就不来见你 我要跟所有的人说 你是个姑娘 是个好姑娘 我要用自己的心来做这 大家会尊重你的 也会爱你的 就像爱自己的姐姐 你们一样的爱你 你 你怎么还在掉眼泪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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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想什么 每当我心里难过的时候 我就想起妈妈教我的歌 这是她为我谱写的 也许 这就是她留在世界上 最后一支歌了 这里太安静了 我也憋得慌 你唱吧 在我童年的时候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没有忧伤 没有哀愁 唱起她 心中充满欢乐 每当我唱起她 心中充满欢乐 我唱起她 我唱起她 她回到家里 神情恍惑 坐立不安 她总感到 有一种声音 在召唤着她 当天晚上 她又来到了这条小街 雨下着 下着 她感到 往日的一切都在向自己告别 自己在长大 长大 她决心 一定要让这位相识不久的弟弟 欢乐 高兴 同志 我买这条辫子 你唱戏的 不是啊 不卖 同志 我这是有 张眼镜面 要看看清楚 妈妈 这是长年路吗 对 长年路啊 它是树上的叶子 你不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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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无关 还生气 让你地困天 来找她 你不在一边 又怎么回不看 不看一边她 不看一边 老爷本身 还不不教你别吗 非求让你感动吧 这就是天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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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好 我挺好 好 我有空一定来玩 担心你也不可以 谁 跟着我 小栋 小栋 跑了 抓住他 跟着他 抓住他 在我头上 中年的时候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没有忧伤 没有哀愁 唱吉他 心中充满欢乐 每当我唱吉他 心中充满欢乐 妈 你怎么了 眼睛有些酸疼 就会 就会好的 我常会这样 有时候一下子什么都看不清了 喝口茶吧 你慢慢的说 好的 他忍受着动物园里发生的一切 他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看见 他眼睛里流的不是眼泪 而是血 好 这么多 luc光 看不开 别闹开 没闹开 快 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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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不快 公主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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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怎么还不来 医生又不是孙悟空 说来就来 他的眼睛就要瞎了 那能怪谁 你是他父亲 不 我看见他受伤 他就背他来了 医生 真不像话 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又是一位武斗英雄 不 有人打他 有人打你 你也打过人 没有 看这儿 看不见 这儿 看不见 这儿 看不见 他的眼睛会不会瞎 瞎不瞎要看医生检查的结果 很严重 我不能失去视力 医生 我还要去看一个人 谁 你的爱人 还是仇人 都不是 是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 你在流泪 你在流泪 我告诉你 从现在起 你应该忘掉一切 不应在感情上再有任何急动 千万不要流泪 我尽量设法 保持你一定的实力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王医生的话 好好治病 我会来看你的 待会儿到手术室去 这位王医生 对我很好 亏他进行治疗 我才能保存 目前这点可怜的事例 你写的 全是自己吧 不 不全是自己 不过 我感到如果敢用第一人称来讲 可能更便于表达 你看这样讲行吗 行 你讲得很好 不久 冬天到了 这位王医生 也成了审查对象 幸患的医生 根本不懂医术 却热衷争夺医院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我吃尽了他的苦头 决定离院 我在王医生经常打扫的小道上等着 想和他告别 不知为什么 在这充满 在这充满良意的天地里 我格外思念的为不知名的弟弟 靠着对他的回忆 我心中始终保持着一个彩色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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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 你真好 谢谢 我心中令人 都承拒束了 谁 你真好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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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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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在這兒 我到处找你 怎么 你要走 是的 过几天就要拆纱布了 等拆了纱布再走吧 不了 纱布我自己会拆 你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我会找到的 再见 再见 他们在为亿万人的将来而斗争 可是我只是惦记着一个普通人的今天 我走着 思考着 千百万革命烈士 用鲜血杀开的路 今天 难道还要用血 来把它堵住吗 我感到困惑 身边的一切 都变得模糊不清 我向着使我感到温暖的地方走去 我知道 弟弟的家就快到了 他一定在等我 你找谁 这里是 这里是十五号 对不起 我找九号 九号的人早走喽 走了 为什么 你去问他们单位吧 门上还贴着封条呢 我去问他们 这扇偶然向我挤开的门 死死的紧闭着 我再也不能把自己微薄的心愿 赠送给自己的同类 为此我哭了很久 以后呢 没有了 总有个结尾吧 我考虑了很久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尾 那么 有没有初步的设想啊 也许在某条马路上擦肩而过 也许他已经忘掉了一切 也许 我们生活中偶然的事情太多了 结果是很难把握的 对你所讲的故事 我很感兴趣 哦 可是 总不能让观众看一个有头无尾的故事吧 是应该有一个结尾 可我 你别急 让我们好好想想 能不能设想一个悲剧的结尾呢 悲剧 对 从艺术角度来看悲剧的结尾比大团圆的结尾更加深刻 更容易大动观众的心 所以我想 经过十年浩劫之后 他 会不会已经离开了人世间呢 钟导演 我所讲的故事 如果联想到死 想到青春的消失 我要后悔一辈子的 最好不要去见了摄像 那么 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 什么 你的眼睛 经过治疗完全复明 你被调到出租汽车公司去等司机 有一天 你找谁 你们要的车来了 进来等会儿吧 好 我求求你 快走吧 我 你 真好 哥哥 人 为什么要长大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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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真羡慕你啊 幸福你啊 无聊 无聊极了 今天晚上还跳吗 跳 哎 我的病假单明天到期了 没关系 你 一切由我负责 一切由我负责 再见 哎 别忘了 帮我搞一个月的病假单 放心吧 我提醒他 再见 再见 走过 开车 开车 喂 你是龙子 我要跟所有的人说 你是个姑娘 一个好姑娘 我要用自己的心来作证 大家会尊重你的 我会爱你的 就像爱自己的姐姐 妹妹一样的爱你 把窗子摇上吧 小心扎凉 当心点 别把眼睛给扎瞎了 快进来吧 当心 别把眼睛给扎瞎了 啊 哥哥 你好吗 好 你呢 我 我当然很好 房子分配新的了 妈妈的工资也补发给了我 现在我什么也不去 我说 我 哥哥 你看我的头发 长得比以前长多了 哎 你有工作了 有了 有没有 原来我想搞音乐学院 可过了报考的年龄 现在我在工厂里当工人 一天八小时 没意思透了 你是这样生活的 我还能怎么样生活 过去我被剥夺了做姑娘的权利 现在我想通了 要快快活活的做人 做个女人 我想 你不是这样想的 你错了 我是这样想的 这样不好 也不应该这么想 可是 在我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我妈妈死在木板上的时候 我还在山沟里挑水 我一个人给她送的葬 把她埋在山岗上 山上 除了我的哭声 就是放声 放声 放声 冰冷的风 拯走了我的一切 剩下的 只有恨 我 我有句话要问你 你恨我吗 我 你告诉我 你恨我吗 哥哥 我怎么会恨你呢 你的处境不也和我一样吗 我们都是同命运的人 我是恨 恨我们生不逢时 现在 我既没有文化 也没有清云 更没有恨了 我又能怎么生活呢 没有文化 我们可以学 这个世界是需要我们的 不 谁也不要我们 我们完全是多余的一代 这不像你说的话 这不是你 是我 不 是我 那么 你就不该忘记 妈妈留下的那首歌 你 妈妈的歌虽然打动了她的心灵 但是仍然没有把她从无望的生活当中挽救回来 因此我准备在最后的镜头中拉成大远景 然后渐渐地推出字幕 剧终 你觉得结尾这样处理怎么样 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不 它不会变成这样的 我明白 这样设想 对你来说 一定是很痛苦的 但是 你要写剧本就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 刚才你自己也说过 生活中偶然的情况太多了 结果是很难把握的 我不否认 生活中确实有这种可能性的 可是 可是 为什么要把痛苦和灾难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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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当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悲剧之后 我们应该感到 今天的生活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意义了 如果对未来不抱有什么希望 如果 他 真的变成这样的话 我的眼睛宁可瞎掉 对不起 刚才我讲的太具体太狭窄了 也许 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歌唱家 也许 他现在工作得很好 生活得也很愉快 我们不妨多设想几种方案 你看 怎么办呢 车来了 我要帮他去搬东西 对不起 等我一下 还是让我回家想吧 不不 你坐下 我们无论如何 要给观众一个满意的结尾 等着我 好的 我来拿 好 半路上遇到乐团指挥 耽误了一些时间 一路上又在羞辱 让你久等了 哪里 我觉得你来得太快了 不然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个精彩的结尾了 他是专业作家 不 是业余作者 他讲的故事很有特色 能吸引你的故事一定很有意思 你去照顾一下司机 我还要接待楼上的作者 好 我忘了带钱包 好像在楼上的 我这有 不必向楼了 你香烟呢 干嘛 给司机抽啊 好的 大概在楼上 我去拿 找到了 香烟就在口袋里 我们一块去下司机道谢吧 好的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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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离开这里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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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套忘了 是你 你 还是你呀 你认错人了 哥哥 你忘了我了 我一直在想你 你看 我的头发 都长长了 你怎么不说话呢 你妈妈好吗 她没有吃完我们采的草药 就离开了 妈妈临死都想见你一面 你为什么见了我 就要匆匆的走开呢 你妈妈说过 已经发生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算了 总算过去了 总算过去了 我祝你幸福 不 我祝你们俩幸福 你们俩 你说什么 你们不是要办 办喜事吗 办喜事 谁说的 钟导演说的 他指的是乔迁之喜 他是我妈妈同事的孩子 报上灯了妈妈平反昭雪的事 他找到了我 这次来 是帮我搬家的 你应该得到更多的幸福 你还是让我走吧 别说了 别说了 无论你怎么样 我不能让你离开我 十年的动乱 虽然卷走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 可他卷不走 我们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东西 我们应该 应该挽回自己失去的年华 获得我们应有的幸福 我们走吧 啊 走 听话 回家去 走吧 你设想的这个结尾很有意思 不过 我的爱人可不是他 这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中导演 你看 这个设想怎么样 要是把这个设想告诉我爱人的话 他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能不能再多设想几个结尾呢 中导演 我就要到外地去探望母亲了 看于剧本的结尾 我将用自己的心去寻找 春天已经来了 谁还会找不到阳光呢 他走了 他 又在哪里 不过 准备 请坐 你感到闷热的话 可以把窗子打开一点 可以吗 好 同志 请吃苹果 我自己有 已经洗过了 谢谢 我们是同路 是 是出差 回家 回家看妈妈 是啊 人 总不会忘记自己母亲的 说得对 自怀胎到孩子长大 做母亲的哪一个不疼自己的孩子 我也是去看妈妈的 我妈妈都快九十岁了 怎么 你也是 我也是回家看妈妈 几年不见了 恐怕她认不出我了 姑娘 你怎么了 回家看妈妈有什么好伤心的 是妈妈病了 是妈妈病了 我妈妈没有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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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我 我要跟你一块儿去看妈妈 我要跟你一块儿去看妈妈 我们俩只有一个妈妈了 我一直在找你 昨天我才找到你的线索 你们厂领导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他们要我悄悄地陪着你 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了 我一直等待着你的到来 我 哥哥 为了我 你的眼睛 眼睛 你别哭 你 你千万别哭 我的眼睛 不仅仅是为了你 我们所拾起的一切 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你妈妈说过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算了 妈妈的意思 要我们看到明天 明天不是已经来了吗 你的头发 不是已经长长了 你现在 不是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我的眼睛会治好的 王医生说过 我能重新当汽车修理工 重新握起方向盘 而你 也会工作的 我 我 我已经在场里当车工了 我还得了奖状呢 你姓鱼 你姓鱼 哥哥 你呢 我姓鱼 我姓鱼 哥哥 要不是为了当车工 我的头发可以留得很长了 我们车间的女同志都高高兴兴的把自己的辫子剪了 只有我哭了 只有我哭了 你哭了 掉了几滴眼泪 我又想起了你 他们跟我开玩笑的说 要是你在 让你来捡 我就会笑的 不 恐怕 哭得更厉害了 说不定啊 我不小心 把你耳朵给搅了 我们再也不要哭了 我们应该高兴 因为 我们经受住了 我们长大了 钟导爷 让我设想一个结尾 我反复的考虑过了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我们要寻找的不是结尾 而是起点 新的起点 钟导爷 关于火车上相见的结尾 我反复的考虑过了 仍然感到不太满意 总觉得不够深刻 因此 我想关于影片的结尾 关于剧中主人翁的前途 和命运 是否可以让观众 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 去设想 去补充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